生命记第八章 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开始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你们要谨守遵行 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 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他的贱密不肯 他苦练你,认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 你当心理思想 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第六节 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敬畏他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 那地有河、有泉、有园 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亦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是铁 山内可以挖桶 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 你要谨慎 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 典章、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的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金银加增 增天 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 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 赐给你吃 是要苦练你、试验你 叫你终久享福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货财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 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启示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随从别神侍奉敬拜 你们必定灭亡 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 耶和华在你们面前 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 你们也必照样灭亡 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阿们 感谢主我们一起读完了生命记的第八章 那整个第八章 那我们以这个第三节所提到的 这个人活者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靠神口里一切话这个题目 和我们做这一章的分享 那在这一章是这个神的仆人摩西 那他准备要带 因为他没有办法进入神 要带领这些百姓进去的这个迦南美帝 那所以呢 赶紧的写下这个告诉他们 之后一定要遵守神的话 那到了这个第八章 所以人活者真的是要靠神的一切话 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就以这个你要 这个 若中文和和本 就是差不多有四个段落 从一到五节 谈到的你要思想神的作为 六到十节再讲你要谨守神的诫命 十一到十七节再讲你要谨慎 我们就一段一段彼此来学习 先来看第一个段落 一到五节谈到的你要思想神的作为 这是根据第五节所谈到的 你当心理思想 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那到了在前面有谈到 神要他们去 这个摩西呢 要这些百姓 要他们思想神引导他们这四十年 在这个旷野走四十年当中 是一种操练 神说他苦练你 熬练你 试练你 那在这个旷野当中 那可能我们 倘若我们自从疫情以来 我们一起在线上学习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还有亲朋好友 我们也是一起走过那旷野 在这个出了埃及之后 神颁布了律法 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拜神 那也教导我们今天 一个要拜神的 拜这个天上独一的真神 要怎么拜 所以那走了 设定了这些律法 可是呢 这些百姓不守神的道理 不遵守神的道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信神的要守神的道 现在大部分的一些思想会告诉我们 只要我心里有神就好了 我行为要怎么样 没有人管我 这个是世界上教导我们的道理 可是呢 神透过这本圣经 独一的真神透过这本圣经 教导人拜神的方式 要怎么样拜神 所以他们没有造神的话来拜神 甚至对神的话语失去信心 所以呢 神本来要带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美地 后来因为失去信心 在旷野绕了四十年 在这当中 但是呢 神却引导他们 他说第三节 神是降下这个麻纳给他们吃 因为这个 他们这么多人 约两百万人在旷野地上行走 那这个生活的层面要怎么照顾到呢 靠神的话 他们没有做什么的努力 天降麻纳 也就是这个软的 吃起来甜甜的 这种食物 每天就是吃这个 他们没有靠自己的 什么 多养一些什么牲畜啊 或者是用自己很多人的努力 去赚他们的这个食物了 没有 那怎么活 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就可以活 四十年 所以这四十年 第四节说 哇 你的衣服没有穿破 脚也没有穿肿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神真的很爱属祂的人 在这旷野这四十年 当百姓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神降下麻纳给他们吃 当百姓没有水喝的时候 神叫磐石出水给他们喝 甚至啊 好多时候 这个看不到前面的路 但是神依然的用云柱火柱 引导他们 每天往前 这个往前行 那可是呢 这些百姓 没有办法领受了 所以第五节 才说在过程当中 神也有管教 那这个管教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是神的儿子 都是从神来的 那可是 儿子不听话 讲也讲不听 那怎么办 管教啊 这是神的爱 所以呢 这个西伯来书十二章 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看 西伯来书十二章 西伯来书十二章 第五节 西伯来书十二章 第五节 第五节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 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 我儿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阿们 在这里提到了我们世人 和天上的这位神的关系 还是用父子的关系来形容 但是我们有时候 也远离这本圣经的教导 不愿意遵守神的话 那神怎么带这些百姓 也是同样的带我们管教 但管教是出于神的爱 他说 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是他的儿子 才好好的管教 如果不是儿子 不理他了 所以在这个旷野地当中 这些百姓们 那他们呢 这个有时候 不听从神的话 不听从神所拣选的 属灵的领导人 摩西亚伦 那像是在民宿记十六章 有提到 他们攻击这个摩西亚伦 要夺他大祭司的职位 那这就是可拉党事件 那神很不喜悦啊 死地开口 吞灭了可拉党一党的人 那甚至还有很多人埋怨 哇摩西你们杀人啊 那神哪里有怨言 那里就有瘟疫 在他们当中 直到这个 这个 亚伦为他来代求 瘟疫才止息 那甚至到了后面 这个 他们听从 有一个巴兰先知的教导 去和这个 有一个地方 石亭 的这些 女子 发生淫乱的关系 那一样 瘟疫在他们当中 又死了好多的人 那这一些事情 都是神的管教 为什么不听话 明明已经颁布好了这些道理 可是他们不听了 所以神用很多的刑罚来管教 所以这都是神的爱 背后都是神的爱 所以我们看到第10节 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说 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阿们 在这里提到 生生的父 也就是我们现在肉身的这些 我们都有父亲 那我们也只有一个父亲 就是生我们的那个 所以神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讲 我们是神 所以也只有一个神 因为我们好像我们只有一个 生我们的父亲 那他管教我们 是要让我们在圣洁上有份 表示说管教之后 倘若我们愿意悔改 就能够在圣洁上有份 所以阿 但是在管教的时候不会很快乐 是很愁苦的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那个管教的过程当中 去思考神的爱 所以这个第一段 摩西亚要告诉这些百姓 你们进去之后 你们要一直思想神这四十年 旷野这四十年的作为 因为这一切都是真的 所以可能我们在线上 有一些我们的亲朋好友 可能我们在不认识神以前 我们也招致了一些不好的事 可是这就是神的爱 打我们 要我们来回到圣经神的真理里面 我们必须要能够看清楚 背后是神的爱 那更是我们主内的同龄 我们要记得 真的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过那些黑暗 管教我们 不是不爱我们 爱你才打你 要我们回头 所以一个人 他不断的去思想神的作为的时候 我以前走过那些 不敢 不敢再走回头路 所以第一段 摩西告诉这些百姓 也是告诉今日的我们 要思想神的作为 看回来生命记的第八章 生命记的第八章的第二段 六到十节 他谈到了你要谨守神的诫命 所以在这个第六节 也就是你要谨守 要遵守神的诫命 遵守神的道 那为什么呢 因为神要带领这些百姓 进入迦南美帝 那七到九节是在描述 那个美帝多么的漂亮 这个里面 他说有和有权有缘 那甚至还有小麦大麦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 橄榄树和蜜 那这个生活无忧无虑 这个地方真的是美帝 所以我们可以对照 他们在旷野这么的辛苦 每天只能吃麻辣 进到这个美帝之后 居然有这么多水果 还有很多的丰富的物产 所以生活的层面 对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应该是生活机能很好 迦南美帝就是这样的美帝 那甚至神说神是昼夜 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那地 我们来看生命记的十一章 生命记的十一章第十节 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 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你在那里撒种用浇灌 像浇灌菜园一样 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 从岁首到年终 从耶和华你神的眼目 时常看顾那地 阿们 在这里再一次讲到 那个迦南美帝的美好 那他说这个是 同样有山有谷雨水滋润 那这个进去呢 神还是从岁首到年终 一整年 日日夜夜不断的在看守 很多地方 这个人看似很平安 可是倘若没有神的保守 一切没有保障 所以既然有神 岁首到年终的看顾 这个是最好的保全 就是这样子看顾那地 那不断的强调那地的美好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去 摩西刚刚说到 你要谨守神的诫命才能够进去 所以这一章他不断的 其实生命记也都是一直 告诉我们 爱神的人要遵守神的道 那不爱神的人 不会遵守神的道 所以我们要 而且要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生命记第五章 才重申了这些诫命 十诫 包括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这些道德 人和人之间很正常的 我们都要去遵守 那甚至爱神 拜神的条例 只能拜独一的真神 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神 那第四节又告诉我们 当守安息圣日 也就是神的选民才会守 不知道我们线上 有没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 我们今天爱神 我们又想要进到这个神 赐给我们的属灵的迦南美帝 这个天国 我们应当要遵守神的诫命 那遵守神的诫命 第四节告诉我们 守安息日 礼拜六 守了才能够进去 是预表我们将来守永远的安息 那这个我们看到 一定要遵守 所以我们也很清楚的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先求神国神义 那才能够享受这些美地 得享恩典平安 那这个很多人会想说 哎呀我都拼事业都来不及了 哪有时间来遵守神的道理呢 那主耶稣的角度跟我们看的角度不一样 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生的顺序 是要先遵行神的道 神的义 也就是神的道理 那遵守神的道 其他的东西就会加给我们 那将来我们得以进到那美地 我们不要忙碌了一生之后 结果 哇 只赚取了地上的金钱 可是呢 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最后被神抛租在外 那所以当我们这个 有时候我们得不 或许我们现在在这种属灵的美地里面 真教会里面 可是我们也可以思想 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平安 那甚至我们可能 生活上会有忧虑 照理来讲 我们进到这个美地 你生活不用忧虑的 神一定会带领 只要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那所以我们要去思想 当生活层面出了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没有遵行神的道 神的诫命 所以在第二段当中 他提醒我们 要谨守神的诫命 才能够保守在这个美地当中 那所以甚至在第十节 圣命记的八章十节说 你吃的饱足 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今天守神的道的人 甚至在这个末世 真的 生活很多人可能会产生问题 但是守神的道的人 生活的问题不是问题 那我们一旦有了 我们要懂得称颂天上的神 因为生活的问题是在于我们 有没有遵守神的道 第三段 从十一节到十七节当中 他在谈到 你要谨慎 应典章绿立 十二节说 恐怕你吃的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牛羊加多 金银加增等等 但是就心高气傲 所以 这个第三点 他告诉我们要谨慎 免得高傲 刚刚我们谈到 他这个神 是他们迦南美帝 这个 甚至一串葡萄 两个人台 那表示非常的结实累累 那在这个美帝 要怎么样一直保守 在这个地方 那是要除去一颗高傲的心 他说 倘若你吃的饱足 那个杀手 信仰的杀手就是 安逸的日子 当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会很懂得倚靠神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可是当人渐渐的有一些 物质的能力 钱财等等的时候 倚靠神的心 就渐渐的减弱了 当倚靠神的心渐渐减弱之后 有这些物质 吃的饱足了 真的 这个是属灵信仰的杀手 会忘记了神 忘记了要遵守神的道 忘记了我们能得到这些是因为来自神的帮助 所以到了先知书 也就是这么的说 来看和西阿书 和西阿书十三章 和西阿书十三章 第六节 和西阿书十三章第六节 第六节说 这些民照我所示的食物得了饱足 既得饱足 心就高傲 忘记了我 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 又如豹 浮在道旁 我遇见他们 必像丢宰子的母熊 撕裂他们的胸膛 在那里 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 以色列啊 你与我反对 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 他们 倘若我们从生命记 那对照先知书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有许许多多极大的差异 那个差异就是 生命记不断的在提醒选民 要守神的道 先知书是先知不断的呼吁选民 一样要回来守神的道 可是选民不要遵守 那所以神不断的用刑罚 那甚至很多的管教 还是不听 硬心 那甚至听到神的话 好像有一个王 约亚晋王 我们也在线上和大家分享过 哇 先知耶利米写下来的话 他把他割破 那个书卷给他割破 不愿意听 那这个是 因为人心骄傲了 我们当人饱足的时候 心就高傲 会忘记了神 所以神就向选民变脸 来攻击他们 他们就自取败坏 所以 在安逸的时候 我们更要感谢神 很多时候我们会不小心 真的太安逸了 忘记我们以前 怎么努力的打拼神 怎么样祝福我们 那结果现在 安逸的日子久了之后 忘记了曾经这么倚靠神的时间 好像圣经当中有记载 有一个王 叫做乌西亚王 乌西亚王他一上任的时候 他是个好王 那所以呢 甚至攻打很多的地方得胜 那甚至还造城墙 那这个城墙很厉害 很多的力气等等 好啦 那当他 本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很谦卑 可是当他一有这些 这些名声 甚至他声名远迫 别很多的地方都知道他 可是当他有这些的时候 圣经记载 他就心交气傲 离弃了神 那他想说有这些建设 哇 还剩什么 没有做 献祭给神 可是献祭呢 军王不能够献祭 要祭司才能够献祭 那他就很想要到这个店里去献祭 神还爱他提醒他 派了好多位先知 来挡在他面前 王啊 献祭的事不是你的事 可是这个乌西亚王他不听 那硬要 他一定要到里面去献祭 所以呢 当他准备要献祭的时候 哇 额上就出了大麻风 哇 大麻风在圣经当中是罪 就是罪的 就表示是罪 那这个得了大麻风的人 要隔离 好像我们现在染疫的人要隔离 那大麻风更可怕 哇 那个长白斑 哇 那个很痒等等 还会发散 甚至会感染别人等等 那所以他要自己隔离 那他就一直隔离到外面 到他死的日子 再也没有在进宫里面 这个就是神的刑罚 君王神也会刑罚的 那我们会说 哇 他以前这么的好 为什么没有办法持守 那就是因为吃的饱足 有时候这个对照我们的信仰真的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东西没有的时候 主啊 给我们一点东西吃吧 真的 莫名的 可能有人 这个拿东西给我们吃啊 或者是 真的 我们突然间开销可以减少 这都是神的带领 因为我们遵守神一切的话 可是当我们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也要思想 得到恩典 是不是能够更谦卑的去遵守神的道 不要像这些历史当中的人 不谨慎 心高气傲 既得饱足 就忘记了神 我们看回来生命记的第八章 生命记第八章的第四个段落 十八到二十节 他提到的是 你要记念财出于神 也就是货财 得货财的力量是出于神 那这个是从这个第十八节有看到的 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祂给你的 为要坚定祂向你列祖所义 起事所立的约 像今日一样 所以要记念这件事情 同样的 因为这个是讲到生活层面 所以圣经都在教导我们世界上的人 怎么样在生活上去敬畏神 那可是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都要打拼啊 那这个整个教育也都告诉我们 你人要努力啊 一直努力 那因为你要靠你的手打出一片天 是的没有错 人要努力 可是呢我们属神的人要知道 努力 我们就做了 可是呢 是不是能够得货财 那个力量不是我们自己 是神 所以我们说尽本分 可是很多人在讲尽本分的背后 是不信神啊 啊 神难道会从天上降下食物来吗 圣经讲会 马拿降下来 那神一定会安排 这些我们人生的生活的问题 很像我们现在这种末世了 很多人可能会没有东西吃等等 但是属神的人不在此限 遵守神的话的人 生活层面神一定会照顾 那我们会让我们得货财 那要纪念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也看到现在许许多多的天灾 天灾人祸都有 那很多的车子变成了泡水车 很多人的房子 那被大火吞噬 那甚至我们上礼拜也看到 海地的大地震 死了这么多人 那很多人会说那是房子的问题 我们要知道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出于神 所以这个人说 人很多时候是用尽一身去买一台车子 去买房子 这都是日光之下会发生的事情 人的努力 可是这一切 我们真的要不断的纪念 得获财的力量 不是我们自己 是出于神 那摩西有不断的提醒他们这一件事情 因为他说十九节说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随从别神侍奉敬拜 你们必定灭亡 这是今日我警戒你们的 那这里看到神说 如果去不拜他了 去拜别神了 那必定会灭亡 所以我们不断的想要勉励 我们献上所有 还不认识这位天上独一真神的亲朋好友 我们今天难得有机会在献上 来认识天上的神 遵守神的道 独一的真神 那这个神 他说是祭邪的神 所以我们渐渐的了解圣经 渐渐的了解神的话 我们很愿意的 再一次的 来拜这个天上的真神 那这边同样的 从货财的力量 那谈到侍奉别神 那这个是在讲到说 生命的选择 价值观的选择 所以一开始他们绝对不会去拜别神了 可是当生活层面 渐渐失去倚靠神的心的时候 那就会去拜别神 先效法其他进去迦南地 他们当地外族人的风俗 那人的努力 那之后就把这个风俗 带来拜独一的真神 那这个就是心中的偶像 偶像我们现在可能 如果是我们真教会的信徒 应该是不至于会拜那种实体的偶像 可是呢我们心中也会有偶像 什么是偶像 那个东西比神重要就是偶像 所以以福所述五章五节告诉我们 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 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里和神国里都是无份的 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 阿们 这里讲到告诉我们 有贪心的就和拜偶像一样 倘若神还爱我们 一定会让我们想起这件事情 所以有一位弟兄 他叫灵石 石头的石 那这个虽然是属神 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可是呢 他的人生价值观 一直都是放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样努力的赚钱 打拼 过好日子 等等 但神还爱他 所以让他做了一个梦 那他呢 就看到一个梦 一群人一直往前走 他也围随着他们 他想说那个是教会 那他就坐下来跟大家祷告 突然祷告完他站起来 他看到的不是教会 是偶像庙 哇 他吓了一大跳 那想说 我怎么会在偶像庙里面来敬拜 开始跟神来悔改 主啊 难道你要丢弃我吗 不断的跟神悔改 他知道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 不是爱这个 就是恨那个 世界和神只能选一个 那他渐渐的回到神的面前 可是人真的很软弱 回来可能像是聚会 没有多久之后 也渐渐的还是很软弱 又回去赚大钱 所以整个心 是这个人的心 不是不能赚钱 要啊 这个人的生活基本层面要有啊 可是当人的心只想着财力 那这就是偶像 那神还爱他 还提醒他 因为他经过五六年之后 生意又兴旺 那他又渐渐的回到这种忙碌的 这个工作当中 神还爱他 又让他做了一个梦 那他梦见 他看到有一个街道 闪闪发亮 那他走在这个商店上 看到很多的商店 里面有很多 有价值的东西 像是什么珍珠啊 项链啊 衣服 洋娃娃 等等 那他就抱着那个洋娃娃回家 那他一回家 在梦里 他太太就看见了 吓了一跳 他说你怎么带那个回来 他说我抱洋娃娃 他说那结果他低头一看 这个邻弟兄一看 洋娃娃变成偶像 吓一大跳 赶快把他丢掉 这个 他知道神提醒他 真的 贪心就和拜偶像一样 有啊 他没有实质的去拜那个偶像 可是 心中的那个财 贪 那就是偶像 那之后呢 他也还回到神的面前 继续的大发热心 可是啊 后来喔 真的 心 吃的饱足 会远离神 他后来又离开了 又去转拼他的事业 神真的很爱他 再给他一个梦 他就梦到 有一天晚上 那他呢 就提着一个竹篮 到家里跑 就一直跑来跑去 到各户 跑来跑去 跑的速度超快的 他连那个脚都 看不到 看不到他自己的脚 结果跑跑 突然看到他手上 这个竹篮子里面 竟然都是这个 拜偶像的名子 他又吓了一跳 原来他人生 这样子劳碌的奔波 都只是在为那个 拜偶像的名子 在积存 地上的财宝 那他想说 我不行 我一定要回来 回到神的面前 再一次的 又回来 刚强起来 可是 再一次的 事业缠身 那 这个 又 渐渐的不冷不乐 这个人 很可惜 可是 神真的爱他 第四个梦 告诉他 又有一天 他做了 第四个梦 他就梦见 这个 他走到一个大房子里面 三平大的房子 那里面呢 这个是拜偶像的 烧 烧纸钱 给拜偶像的名子 的这些地方 那 里面的人 就跟他说 这边的钱是假的 那 这个 他说 他在想那真正的钱在哪里 那又到了另外一个房屋里面 今天看到里面有一个妇人 孩子 在哭 哀哭 祷告的声音 那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 他们就说 里面的这个主人死了 他一看那个哀哭的妇人和孩子 是他的太太和他的小孩 那 他走 看到 原来 灵命已经死掉 但是 感谢神 他们家的人为他祷告 他又活了起来 所以 在灵里面 他就复活了 他一直想到 真的 在这次之后 很感谢神 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 不 不再把他的心思意念 放在这个世界的偶像 这都是偶像 什么事情高过神 那个就是偶像 财力 贪财 这些都是 感谢神 这个灵弟兄 神真的爱他 之后他整个回到神的面前 那 他才写下了这些见证 我们到今日才有办法彼此来提醒 所以 我们 真的 在这个世界当中 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我们的家是在天上 在这个世界上的金钱价值观 够用就好 来看真言三十章 真言三十章 第七节 三十章第七节 我们一起念到第九节 预备开始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未死之前 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 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阿们 在这里 有一个人叫做亚古尔 他的祷告 向神求两件事 希望在未死之前 人生命结束以前 一定要赐给他 第一个叫做虚假和谎言远离他 这个我们要做真的信徒 真神的儿女 所以这些虚假的事情 不能在我们的身上 第二个 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够用就好了 不要不够用 以致我的贫穷就偷窃 太过用了 我就亵渎神的名 这个就是一个属神的人的 信仰价值观 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线上我们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人生是为什么来努力 我们在世界上拼的这一切 应当要找到独一的真神来敬拜 因为人活着不是靠这些财物 货财 不是 人活着是靠神口里的一切化 那我们的线上所有的 亲朋好友主内同龄 我们也更加要彼此提醒 生命的重心只有神 人生的价值观 只有神 只有神的话 我们应当要调转我们的脚步 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会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 会告诉我们 人活着要靠许许多多的金钱等等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人活着不是靠这些 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所以我们彼此要思想神的作为 谨守神的诫命 谨慎不要骄傲 纪念得获财的力量出于神 帮我们时时刻刻把神的话抓紧 面对末后的人生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364首